金正太年輕36歲 如果突然走的話 他的接班人不明確成了一個最大的事情 看上去他有自己的兒子 他的兒子太小7歲或者10歲 如果是世襲政權的話 那麼他需要設政 而設政的是一個女性 可能是金與正 金與正設政的話 那麼在北朝鮮世襲政府 在世襲政權男性社會 父權社會中有可能受到非議 那麼其他的競爭者就存在 包括他的二哥金正哲 還有他的叔父金平日 還有流亡在外的 同富裕為的大哥金正男的兒子金韓松 以及其他軍方的實權派人物 崔龍海等人 都可能成為權力的競爭者 這才是北朝鮮當前的不明確之處 所以這有可能導致內部的權力之爭 然後導致內亂或者內徵 在內徵內亂的情況下 可能發生外國大國的捲入 如果中國率先出動軍隊 要去扶持自己的人馬的話 那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韓國也不會袖手旁觀 那麼第二次朝鮮戰爭就隨時可能打響或者爆發 中國跟朝鮮的關係就非常的複雜 除了意識形態的趨同 但是實際上雙邊在利益上 在地緣政策上都有衝突 而這個北朝鮮從金日成開始就奉行的是個防中防華政策 它是獨立自主主體思想 在金日成時代又清洗延安派 在金正恩時代大決地清洗中國的特務 到了金正恩時代又清洗清中派殺死不惜殺死親生的孤父 孤父張成澤 因為他是親中 而且要推行中國式的改革開放 另外他還殺死了他同父異母的大哥金正蘭 金正蘭也是個北京的保護和扶持作為一個備胎 隨時要取代金正恩 就可以看到金家三代父子尊尊傳下來的就是一個獨立主體 他們跟中國的關係是退輪功進輪首 就經濟上利用中國 然後在地緣政治上是背靠中國 但是在實際上他們在強調他們的主體性和獨立性 他們的獨立性不僅在金家深入 而且深入到了勞動黨軍隊和整個的2400萬民眾 所以中共實際上很難去支配北朝鮮的政治